你见过与狗结婚的人类吗? 世界之大,无其不有 注意看,这绝对是震惊你三观的婚礼 印度的奇葩事件,藏出不穷 18岁的玛丽在今天结婚 在玛丽尴尬的表情中迎来了自己的丈夫 她是一只狗 为什么会有这样荒唐的事件呢? 原来玛丽梦刚出生时 被当地的人认为是身上带有诅咒 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连累所有人 于是,她的父母在圣人的建议下 匆忙举行了这场跨越种族界界的婚礼 对于玛丽来说,她根本不想与这头公狗结婚 在当时的传统环境下,她显得无力反抗 因为这种荒唐的事情,她与自己的男朋友也因此分开 最终她只能遵循父母的意愿 嫁给当地一只叫旺财的流浪狗 在婚礼的当天,全村人齐出动 可见他们对这场婚礼的重视成步 因为这只公狗是上门女婿 他们不仅给公狗准备相应的彩礼 身披假衣,投他飞燕 在村民们欢歌笑语中 婚礼正在如火如荼举行 在旺财喜悦的表情中 成功到了女方家中 整个村庄观看了这场传统的印度教习俗 随着婚礼的成功举行 村民们乐观地认为,诅咒解除了 自此之后,玛丽与这只公狗生活在一起 那么你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